好,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我是主持雪玲,有馬二,耶行者,要不要叫一個口號? 什麼口號? 未主,先講節目之前,我們的十二月,第四次的聽眾年終聚會,應該是第四次的,第四次的年終聚會,就會在十二月二八號,星期六,我們會舉行的 其實Facebook就放了我們詳細的內容,這樣也挺詳細的呢? 有些東西未定,雅灣都是旺角的,其實我們預計都會在East Cafe那裡去辦的 暫定的 現在有什麼好建議可以E-mail提供給我們? 現在就在播放,播放的時候應該是還有五天 其實我們在雅灣都已經在報名了 已經一半了,剩下雅灣一半了 要報名的就發出你的名字和聯絡方法 最好有電話,其實各位就有一個心理的 不然就找不到你了,很難找到你了 對,因為大家都知道有些WhatsApp、Facebook、E-mail其實是不可靠的 主持都還在用電話的方式 這個是比較好的方法 我們都覺得 嗯嗯嗯 那傳到E-mail過來,留下相關的資料 那我們之後應該 之後那個星期的星期五 就會落實了一些東西,就會再次公佈 我想再過兩三天左右 其實都會聯絡大家 或者會在Facebook公佈 其他的詳細資料 所以密切留意 未報名的就快點報名吧 報名的就誠心等候 都是那句,你也想看我們死的 人性本性我相信 不會過程度都是這樣的 我不相信 今集要講的就是一套 成本很低很低很低的作品 甚至其實它的功用是在於什麼呢 它的功用其實只是一套宣傳用的動畫 它宣傳什麼呢?有什麼可以給它宣傳呢? 其實這套有趣的地方就是 它宣傳一套用了數億打造的 日本高科技科幻片 被稱為傳統復活的雜版 就是這個神勇飛鷹盒 香港譯是叫做 什麼神奇寶貝隊 科學小飛鷹 如果你中文台語的話 應該是科學小飛鷹 其實這才是對的 剛才說的那個神勇飛鷹盒 就是很舊史的時候 譯落的名字 我記得我看科學小飛鷹盒的時候 我看完其實只不過是一堆有超能力的人 其實全部都沒有超能力的 他們的戰鬥服是用科技證出來的 即是你當是普通人穿著戰鬥服去打 但它有些類似忍者的武器 那固然這套所謂用了不知多少億 我也不記得多少億去打造的作品 最終的評價就是不如動畫版 我記得電影版的票房差不多是在收起的 是插水的 好厲害 好像說不知收回 不知道有沒有輕鬆一點 肯定買不到本來的報證 其實是宣傳策略上的問題 還是怎樣的問題 電影的話 我都未看 因為我都等著究竟什麼時候 如果它出電影 我只是想買電影回來看看 但有多難 究竟有多難 究竟是發生什麼事 可能看完之後你覺得 OK啊 不是那麼差 不知道 為什麼會爆死 其實跟Marketing那些都有關係 可能會有關係 那些人說 其實主要是拍不到這個科學小飛合的 即加神明的精髓在內 沒有正常的 現在的新一代的動畫 監督和編劇 根本就沒有九一代那麼神威 應該不是沒有他們那麼厲害 是他們將這套東西 用了一些現在很 叫做什麼 Old school 不是說Old school 是用他們現在的所謂潮流的手法去拍這套 但他們捉不住這套東西本身的重點是在於什麼 我覺得其實是需要這件事 動畫版 叫做宣傳用的動畫 其實大家都很明顯看到這套東西 其實有很多小路消息 這套東西本身其實不是真的為了宣傳而創作出來的 他是因為被人看到的劇本之後 想拿它來做Guttleman的宣傳 而將它裏面的某些東西 最主要都是改名和改名單 但我看完之後 我沒有看電影版 我看舊的Guttleman 但看完之後 我發現這套東西和舊的那套有什麼關係 我看不出來 所以你看到其實關聯性是很不容易的 甚至你可以說是這套根本 只不過是貫著Guttleman的名字 而做出來的動畫 把我們老鬼回去看 我發現幣中博 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上季新版其實說過這套東西 我們的評價都其實很一般的 甚至是其實評價以下的 其實看了頭幾集的時候 其實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都沒有打算看的 只不過說你們覺得OK 我就先看 先看 不是 看頭兩集 叫正常發揮 不是說沒有什麼特別 沒有什麼特別壞的地方 只要好 應該這樣說 我想會這樣說 頭兩集其實會令到 有很多人 或者會覺得卻背 就是因為 頭兩集你要承認 他帶出的主題其實很模糊 其實是 這個是他自明想和 然後那個就是我個人沒有來的 我覺得他女主角很煩 很煩 很煩 但是看完這套東西 我覺得這個女主角 簡直是 其實都入選為史上 最外掛不最厲害的主角之一 你看他的身材 已經有深度就知道了 但我反而覺得 反過來我覺得 我覺得是主角 由開始到尾都是沒有什麼表現 這個是 這個是 因為其實我主要看這套 我以為那些是什麼 譬如說 每一個做這個 的場面 會有一種能力 每一集有怪獸出去打 我以為是那些 一集一怪 簡單一點 我以為是那些 那些動畫 但看完全套 原來完全不是這樣的 不是 簡單來說 就是頭兩集 好像打DNA 職目 那樣的怪物 你不要理會 然後是完全鬼 不知道在哪 是 這個是 這個是 因為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對付一些外星的不明 沒有記錯 好像叫Mess 是 之後沒有了 生命題 不知道是不是生物 其實他頭兩集 你真的要去到第三集 那一刻 你才會明白 頭兩集 究竟主題是說的 不好意思 我看完第三集 我看完整集都不知道 你不好意思 基本上分析 就是頭兩集 當我沒有存在過 因為這樣說的 其實都不是第三集 是第二集 因為我們看 我們記得講的時候 新版的時候 我們是用第一集 其實是看了第一集 第二集 剛剛好 那個時間鏈 看了少許 未看完 但那時候 其實你說Mess 這班 生物 他在第二集 其實是補完 說的一件事 就是 我一個外星生物 其實對他們來說 人類 和螞蟻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可能會很討厭 但那一個運動態 就是 你作為一個人類 你逛街 你踩死了一隻螞蟻 你會不會過什麼阿西 你不會的 或者說 你踩死了一隻螞蟻 說 我怎知道 我想的 還有就是 其實不知道 我都不認識你們 我怎知道你們想做什麼 大哥 我走過而已 對他們來說 他們那個 生物活動 那個雜性 就是這樣 而 剛好 我來到地球 我又不認識你這件事 去到這個位置 你很難說 是否善樂的問題 其實有點像QB那種態度 就是當人類好像我沒有什麼 你是誰 又不同QB那種的設定 QB那種其實是 知道你人類是一種什麼的生物 而去帶著某種的目的去利用你人類 而MISS這種就是 我 真是不知道你們人類是什麼 等於你 看著那隻MISS 人類看著MISS 究竟他是什麼 我不知道 其實是 而我就是 雙方 為什麼會發生衝突 就是因為 我覺得你做了一件危害我的事 而 他又覺得 你在危害我的安全 那我就打你 雙方其實是說 其實第一集 那一刻 吉塵名的活動 就是說 他們只不過覺得 這件事是 對我們 人類 產生這個危害 對這個社會造成危險 而我要出手 但是他是沒有了解過 究竟這班事情是怎樣做 而其實第一集 正正為什麼我們會覺得 就是說 女主角阿初 他好像 很不正常 甚至他變了吉塵名之後 他的行動是 異於常人 甚至是 你會想 這個 我第一集 我有幾個說過 這個人工春日 在搞什麼 因為我們習慣了 看一些特殊片 超人出來 當然是打怪獸 或者 叫車撞臉 不是 其實再進一步說 其實選你為一個吉塵名 其實應該要有審核程序 這個 適不適合做一個 是不是很有 富有正義感 是不是會服從命令 去做他應該做的事才對 但這裏就好像不是 就好像 隨便 隨便 看看選了這個女主角 就 令他成為吉塵名 這樣的感覺 其實第二集 他有做過 在設定上 我覺得第二集開始 我慢慢對於這套 開始改觀 就是 其實他在很多日常 其實 好像初和青蔭 他們兩個對答 第二 我記得有一件事 有輛車突然之間 衝過來他們那邊 然後經過了 然後 青蔭當然是很生氣 說你怎麼開車的 但是 初和青蔭的看法 可能他真的有點急事 趕時間 可能他在救命 舉個例子 有個大兔婆在上面 坐 趕著去醫院 趕著去醫院 其實 他也不想 其實對這個女子 其實 MISS 他也不想 因為我不認識你 你又不和我溝通 老實說 就是你一來就打我 簡單來說 就是突然之間 有一個人打你 我當然是還拖的 我不會跟你說 等等 其實我們可以溝通 你那個人 還要是 已經是 上行刀 已經拿著刀來踢你 你不會想和他講話 即使你想和他講話 可能你沒有一個語言 去 溝通 甚至最後 MISS 都沒有跟 阿初 有一個所謂的語言溝通 其實 他們是沒有溝通過 只不過是 阿初 用他的行動 令到 MISS知道 他是沒有惡意的 而令到他們 沒有語言溝通 令到他們知道 這個就是 其實我現在的行為 會對你 大臣傷害 或者是 產生影響 一些不好的事情 你告訴他 當然 如果他還不收手 這就是正義和邪惡一方的故事 這就是自然 但是 這不是QB 那種立方體的MISS 純粹是 源自不了解 對於未知的東西的恐懼 所以這件事 其實這裏 就完了 其實我覺得 去到第二集開始之後 我就知道 原來這套 只有十集 我亦都可以看回 故事其實 這套本身 其實是一套 兩季翻的作品 所以我覺得 其實MISS這個故事 它是壓縮了 可能是 我覺得 MISS的故事 未必要說得到 但至少是一個 七至八集的故事 它壓縮了 變成兩集 變成 就好像 有馬那樣說 就是MISS那段 好像 頭幾集已經說完了 變成好像 跟後面有什麼關係 而它帶出了 其實是有所謂的 人在地球以外 或地球內 都有很多不同的外星生物 我覺得可以帶出 公平這個 前兩集 你不要 故事不懂 你猜不到 但它只要帶出了 一層名 這個 叫做部隊的存在 工作是什麼 地球的情況 還有 基本角色會介紹完 最初兩集 你知道 一層名部隊有什麼 角色 有什麼角色 但不知道他們的用途 譬如說 他們的能力是什麼 至少不知道 哪些人 基本實在 後面的班底 都不會增加很多 這幾個為主 但是他好像沒有提到 為什麼要找一個新的機器 突然間要找 突然間要找 這個所謂的地球監察官 給能力 給Getschermen找出來 但是沒有命 沒有指令 沒有指令 不是 他有命 他的命 就是 我給你一手私 你猜一下 你猜 你猜重 其實這人 都幾間 我給你一手私 你不明白 只不過你不明白我的意思 你低等新聞 他臨在外面 山貓 他在剪紫海 慢慢剪 哇 真的 我覺得後面有個解讀 最主要第二集 其實說 第一二集 其實是溝通的事情 這是引子 引子 也是帶出阿初的性格 其實是說 他會站在別人的角度 去看一件事 應該嘗試去理解他人 上次是站 都不是說理解 其實是完全站在他的角度 去看這件事 很多時候 其實我們站在別人的角度 去看 其實你都可能會 加入了自己的 好戶 價值觀 但是阿初那種 是完全是站在別人的思考方式 去想 其實有miss也好 剛才我們說 舉個例子 就是說 有輛車衝過來 他完全 他先不是生氣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我們 我們站在別人的角度看 我們說 都可能先說一句粗口 你XX 然後說 可能你過了十多分鐘 你才冷靜一點 其實會不會他有什麼問題 但是 阿初那種的性格 他是直接 一開始說 不是的 這傢伙肯定有些東西 其實 某程度上是有點病態 不是的 我這樣看 會搞到人性本質 他那種是樂觀上的病態 還是完全無知的病態 不是無知 你太黑暗了 怎麼可以這樣說 人家有病 我覺得這套 一向都是很黑的 如果我們看後半段的時候 但其實我這樣看來講 呃 雷主角 即是我們看過一些特殊片 超人 正義式的 一頭當下 打過人 其實 可能他養家會議 其實你知道收卡員工 薪水那麼低 要這樣做孤雷 很慘 咦 檢得以下 給你的email 就會跟其他作品 會有點不一樣 你要明白 這套不是特殊片 因為其實 都不同性質 因為這套是 頭那三集 其實帶出的主題 其實 也在這三集裡 也帶出了另一個主要的角色 就是阿淚 人們說是一個很成功的魏娘 但他沒有說過 他為什麼要這樣穿 別管 別人有興趣穿這些 他給你說 然後我會有一個人說 你用回阿初的觀點 你代回他的角度 你覺得他為什麼會想做魏娘 你這樣想 其實我想看一個 他是無法處理魏娘 但他就是要穿魏娘服的 應該這樣說 應該挺有趣 這個角色其實是 他逢出街 他就一定要扮魏娘出街 一定要女裝 一定要女裝出街 他幾乎是沒有什麼試過 在危急的情況 在正常的時間 他還沒試過 應該說在動畫的大部分時間 都以來兩次人 至少觀眾看上去的角度 他每次都是扮女裝 當然不知的理由 可能他原本有交代 但壓縮了十集之後 已經沒有了 甚至開頭 其實會不會有一個隱喻 只不過是偽裝 偽裝成其他人的自己 隱藏真實的自己 我自己解錄的意思 其實他是說 在這個社會裡 每個人其實都是帶著一個偽裝出街 你真正的自己 他叫做放得最鬆 然後放在那裡 其實他是回到我家的時候 跟他的電話 跟X在這裡聊天的時候 才是最放鬆的時候 但是你出去 你當是他的另一 每個人 好像帶了面具 出去這個世界 接觸其他人 這個事情 很多人都會做 你說第三個 其實 然後這裡就開始 講他的計劃 因為本來這裡的故事設定 就說這個 好像是天才鋪 那套東西叫Galas 是 Galas 他那套軟件 其他加Facebook 再加美國的雲合 超巨型雲合法就是一個 很多 其實他這個 有些是東芝衣癲 那種的味道 因為東芝衣癲 都是那套強大的軟件 就是可以做到 其實這套東西 我看到這個位的時候 我是有少少去 拿回東芝衣癲 那些概念 其實也很近 其實他們都有些是 人的處世 類似的事情 是想說出來的 但其實他設定出來的 那個系統 就似乎 就是已經流通到 好像全日本都 很多人去用 很多人 還沒有到全日本 而他這套東西 其實他是想叫做 隔身這個世界 但我想起一件事 就是 有套劇長版 叫做夏日大作戰 類似是那個 這樣的虛擬世界 就是說 很多人去依賴 做網絡上面的方便 電腦幫你控制所有的東西 幫你計劃所有的行程 那些 不是 不是 我說那個系統 是 他那個系統 其實我會解釋為 他是希望你登陸之後 他的系統 會因應你每個人不同的技能 當發生某些事的時候 你用你的技能 回饋你的社會 因為本身 阿雷是想創造一個 就是 互助互利的社會 不是 人人都是英雄的社會 這個是目標 但是他想利用這個系統 去對付三貓 對付三貓 是另一件事 但其實他最主要 其實他 拿這種力量 他的目標就是 他希望這個世界隔身 每個人 都可以用他自己的力 為社會貢獻自己 你不要存在一些什麼的私心 收到自己 或者說我沒有利益 我不做的 正如可能你是個醫生 見到有些人躺在那裡 你跟他說 我收到五百元陳金 五百元陳金 不是啊 醫院門外不關我的事 我按照工作 我按指引辦事 下班 我就不是醫生 我只是一個 pay boy 美女喝醉 喝杯酒 但他已經躺在那裡 那他可能就是醫生 阿淚那個系統就是 他覺得現在的社會 那些人太自知自利了 太自己顧自己了 他是希望 純著就是 用個系統 推動 那些人就說 你去做某些事情 其實你附近發生的事情 其實是你力能所及 可以照顧得 但其實這個相對上 他會提供一樣 好像porn那樣的東西 那些人通常都是為了這些porn 那些porn 那些porn 其實他有沒有說到 那些porn 究竟是什麼 因為其實那個porn 好像一個累計數 那樣 全世界累計劇 因為每次有人幫助人 就是說 你又更新了這個世界 加了些點 他這個porn 其實就是說 究竟有多少人 在這個世界 同時在做好事 跟你做同一樣的行為 我覺得只是優越感 未至於去到一些reward 其實這個reward 就類似現在的手機遊戲 講排名的那種虛榮心態 但你沒有一個實際的利益 因為其實這個也會說到 其實虛榮感已經一樣 怎樣說 對於人來說 可能已經是一個 對於人來說 對於人來說 其實沒有什麼人會覺得 拿自己排名的分數去比較 你見到其實實際的影響 不太大 所以我覺得 好像太原理了 這個其實 他也是說的 因為其實 到阿淚 其實跟其實 因為他不是 沒有可能一個人經營了 其實他也有其他協力者 他也是出現的說 他很說 我們現在做這件事 沒有報酬 沒有什麼 有的只有榮耀 就是對自身的榮耀 其實你叫做什麼呢 阿淚那種是很原味 就是人類的 所謂的人類自我提升 就是你自己 令到覺得 我應該作為人類 我應該要協助人類 我應該是要 improve 這個社會 去到更上一層樓 如果我是有能力的 我就應該把下面的人 帶上來 和我同一個層次 是這一種 當然 這件事 我覺得是 很理想 很理想 要很無私 很大愛的社會 才做得到的事 其實我覺得 你剛開始說miss 那件事 其實我覺得 他剛開始 這兩件事 如果有足夠的雜數 應該是 因為miss那種 他這種行為 其實只有miss那種 就是所謂 情報共享 我們一切的東西 都是共享 思想共享 的人 才可以達成這個條件 因為每個人 我想的東西都不同 就好像 他之後其中有一位 成員 我忘記說名 那位爸爸 那位爸爸 不要易打落 有影響力 那位爸爸 他都說 帶出一件事 權力只能腐化 他會覺得 我騙住這個權力 為什麼我可以做更多的事 我可以 他自己認為 我可以用這種權力 去帶領更多人 去做更多的事 這條件事 你可以說天真 但他也考慮天真 說 這件事 我如果放了這個權力 給你 你去控制 Galas的某些權限 你會去做一些 你自己覺得有益的事 甚至是對你有利的事 甚至 也有私心 每個人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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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私心都會有分別 其實女人都是私心 她的特性是她的夢想 不過她的夢想 還是所有人都 她的夢想 你可以這樣說 她是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 這都是她私心 正常來說 她是私心 或者她私心可以利及大眾的感受 其實這樣說 我覺得 這個概念其實是什麼 其實私心是推動社會的一個原動力 你有私心 你是想獲得更好的事 而你要獲得更好的事 你可能要做某些事 你可能是令到社會提升了 不過 其實女人說 她不想有種人 特別優越 她會持有某些人沒有的權力 而她可以去前提其他人 其實有點像共和社會 有點像 簡單來說 即是說 權力把我手上 我可以確保你的權力 正常運行 安全的 但如果給了你 我不擔保你會怎樣 用權力去做什麼事 其實更深地說 對於女人來說 她可不可以一直維持 這個心態 其實我覺得都很成問題 當譬如說 有些事件 很重大的事件 影響到她的時候 她作為一個 站在這個金字塔頂端的人的時候 她的心態有什麼轉變的時候 其實對這個系統已經有很大影響了 或者其實阿淚那種想法 我覺得是 她是希望每個人提升自己 而那位仁興 記得梅田 梅田先生 她的目的是什麼 她其實 她是想做一個判決 她覺得 我想做一個判決 我是一個判官 現在我有什麼權力 因為你選中了 你覺得我有能力 她就會覺得 我有權力 去認為這個人 有沒有用 其實她提出一件事 她說 上面有一個無能的政治家 可能是六八九來的 我想對想她 她就是提出這件事 其實阿淚不是想做這件事 她說 她是想六八九改過 她想說 我終於醒覺 就是覺得 我都應該拍電視牌給王偉基 但是始終有些人 未必會這麼順利 就能改到那個性格 究竟最後怎樣處置 很多人會有不同的見解 還有這個效果太慢了 即是說可能 推進去更快 而這個有一個對應事件 其實阿淚利用Galas 其實是群組了一群截子的同學會 他的截子同學會 即是很強烈 包括市長 消防局局長 甚至是智慧隊的隊員 都是裡面的一個成員 其實沒有的 總會有什麼 其實他的概念類似 在這個同學會裡面 大家是放下了大家的身份 大家互相交流 大家有什麼 即是在這個同學會身份 我職業就無關重要了 純粹是喜歡截子 跟Galas類似 我現在是Galas的會員 因為我做了多少好事 或者我沒有做過好事 而有什麼待遇的差別 大家是一個平衡的身份交流 大家是一個平衡的身份交流 有道理的東西就可以聽 沒有道理的你拔開它 即是大家去討論 究竟怎樣去做這件事 當然阿初 當然阿初是一個 現在的Gudgetman 他是一個大能的角色 他可以幾乎所有人的思想 我甚至覺得他是 這些才是最強的 有洗腦 內潔洗腦 甚至連學長都被他 抓進去接紙同好 甚至他在說這件事 網路的事情 其實很多人說 我和你住得很緊 因為有了Network之後 我想有些人可能都會感受到 其實舊小時候 你和農居是很熟的 所以網友聊了那麼久 聊到深夜幾天 就發現他是阿妹來的 我不懂 沒有一個直接連結 即是他覺得 大家的溝通的網路 反而是紮了 就是本身 即使我是一個高官 我隔離住的人 可能只是一個平民 即是他只是一個工人 可能是一個工作人 即是他只是一個工人 但其實你如果走走走走 你可能都是一個聰明 可能應該這樣說 我是一個士爵 他居住在我隔離 這個工人居住在我隔離 即是他有些意見 可能他都會表達給我 但現象現在就是什麼 市長那位其實可能收不到 因為他又在自己的圈子裡問 我只聽高官說完話就行 以及階級觀念 會產生到 那些意志未必敢向上流發表 吉澤民裡面本身內部 其實都有類似的問題 即是好像阿派派 隊長 第一個問題就是 這些人去哪裡 他應該是 我記得初一進來的時候 他召喚就只有那些人 他已經排到101位 其他人完全沒有 高官說死了 對 之前那個排到101 你不死也沒有 然後只剩下個位數 那麼多個 其實他那裡也有說 吉澤民裡面的一個僵快的小孩 所有事情 聽JJ大人說的 JJ大人說的事情 就是對的了 十大句 但他其實一直都沒有說話 只不過是在哲學 而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不說話 是不是代表 你作為一個正義的組織 外面有不公平的事 或者外面有應該要履行的職格 你是不是不做 其實他跟Galas那些事情 有些相對 就是現在你有能力了 如果你是那本人 你有能力 你做這件事 為什麼你不做 他們拿著一件事 就是 我不可以干涉 就是他 派派的道理就是 我們不可以那份干涉 人類的什麼 就是我們的工作 就是處理一些外太空的事情 以及我們是不可以讓人知道的 這次日子在這裏 而另一件事就是 最大人都沒有派任務給我們 那就是公目 這個不是階級主義 其實已經是 而初想做任何行動的時候 他都會說 我意圖長的身份 明明你們不可以這樣做 就是你自己是一個新人 你自己是新人 那些事情就是什麼 我是一個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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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工作人員說 你懂什麼啊 收皮吧 你回去吧 我吃多了你懂米 我坐在一張椅子 90萬 九百萬 什麼啊 收皮啊 不要工作 你坐在一張椅子 十多元 是不是你負責 收聲吧 是這個 所謂的階級觀念 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的了 其實是我才明白的 我不需要解釋給你們聽 總之 你聽我說 我說的就是對的了 你新人的話 慢慢累積經驗 始終我的年資給你高 我入行 入行做事給你久 那你就應該要聽我說的 這裏也會顯示到 整個架構裏面 其實他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第四 去到第四五集 四五六 中段 中段 四五 這個段落裏面 其實是 我就覺得 哇這套東西 不簡單 我只是這樣說 固然它涉及的範圍 其實真的好說 但是 我驚訝這套東西 就是 你真的兩集裏面 他真的說得出來 我是驚訝以這個 這樣的編劇行為 他很簡單 其實很簡單 他將故事分兩部分 一部分就是Gatchaman 一部分就是Galas 那一部分 就是用兩個不同的故事 你以為是雷雷和阿初 是兩條主事 兩個不同的主角色 他們做的事 兩個不同的組織的描述 兩個不同的階級 和意識形態 其實看回動畫的名字 也知道 Gatcha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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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 一個主線 Gatchaman 其實是兩條主線 平衡地走 即是一個群眾 即是Gatchaman 就是這班正義 有力量的人 即是 其實你照的 就是在Galas那邊 就是阿雷 以及在用Galas 但其實我覺得 編劇這個 很強調 其實英雄之意 這一套 其實已經是沒落 我覺得 他一直都是全心說 是 他說的人人家 他是英雄 其實他想 報一個主線 不過這個是 再厚一點才說到的 但你說這一節 我覺得其實你說 是 即是看阿初的角色 我甚至不能夠稱他為 在裡面的一個角色 有時候 我覺得 他是 作者 的 代表 去說 究竟他有些什麼 他想說給大家聽 所以這個角色 你甚至覺得 你不覺得他是一個 女高中生 他講的話 我看他失措不住 高中生 這個角色 尤其是 你帶回 第二節 他已經是教清音 做人的道理 不是 他 他這件事 是他教清音 做人的道理 他如果是正確的話 就是對的 而清音的角色 是一個 學生 有板有眼 上頭覺得 上頭指示下來 他覺得 都對的話 而我會覺得 清音是大家 要代入的角色 你要代入自己是清音 因為其實 清音是跟大部分人的性格 一般人的性格是類似的 那種道德觀 他有道德觀 還有就是 他一開始就說 隊長說的東西要聽 對 戴救觀念 然後就說 他要照顧身人 照顧身人 對 然後就是 對到邪惡的事 對 這個就是道德觀 這個很正常都有 他才是 劇裏面最正常的一個 基本價值 那樣東西在裏面 當然你說 這段他也開始帶了 會是說 帶了其他的 Catchman 阿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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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頭五集 其實是在灑水 就是他只是在喝酒 還有除了煙 還有除了眼鏡 一路這位眼鏡的角色 應該是眼鏡才是本體 但他除了眼鏡的存在感 也很高 本體是不是煙 我不知道 本體應該多可能是眼鏡 本體其實是一個 相關的相關 另外就是阿小燕 其實是阿初跟阿小燕 互動 一開始阿小燕 其實他只會說一句 很導演 鞍鞍鞍鞍鞍鞍 一個不是很會跟人溝通的人 但他帶領的角色 這次去到這個劇 再說一下 他帶領的角色就是 小燕是一種 你當他是一個有能力的人 但他不懂得表達 不懂得運用 不懂得運用 不懂得表達 因為這個能力 其實他設定上 都是一個小女女 好像入世微心的角色 你可以叫做有力量 但不知道怎樣去運用的人 如果對比一下 你現在的社會 可能有些人有能力 但又未必知道自己的能力 或者是用在正上 用在什麼地方 而小燕就是 他是怕了自己的能力 所以就不想跟人接觸 你是否暗示 其實六八九都有能力 但他坐錯位 我不知道 其實語言藝術可以用在別處 對呀 就審負面一口 我們一去人受保險 下一節就是由我們這個 最爆點就是 第五集 讓人知道真正的身份 這一節我們可以說 好 我們下一節繼續